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在剧中演绎三生三世的虐恋 让无数网友为其痛心 虽然电视剧已经完结了 但逼的结局让很多人走不出来 而且两人超强的cp感 也是让众多网友喊话 两人赶紧三搭吧 拍摄长月静明时 两人在片场甜蜜互动 各种小细节很难不让人磕 简直就是他在闹 他在笑的情侣既视感 两人的吻戏也是超域的 般若福生李桑九和明夜的诀别之吻 李苏苏和苍九明湖边的灭魂丁吻 还有最后两人回到圣经的告别之吻 真的太让人上头了 而且从花絮可以看到 两人失戏的时候也是真亲 妈呀 一时半会都分不清楚 到底是剧中的人物 还是他们本人 之前两人在 半是蜜糖半是商礼 就让人填到掉牙 在楼道亲吻被小川抓包 还给拍了下来 妈呀 真的隔着荧幕 我都替你们尴尬 还有那句什么是更深入的交往 听听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一点也不注意 带坏了荧幕上前的未成年人怎么办 哈哈哈哈 这两人的吻戏哪像是演的啊 分明就是真情侣吗 两人合作完 半是蜜糖半是商之后 白露就说有机会一定要二打 叫罗芸汐给他留个古装 可见两人的合作还是挺愉快的 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意思 之前两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在哭戏和吻戏之间会选择吻戏 不愧是你俩啊 有啥都直说 一点都不掩饰 我个人觉得他俩的性格还挺搭的 两人私下都有点搞笑 而且我也没见过 罗芸汐和其他女演在片场玩得那么嗨 有网友说罗芸汐的种种行为 真的好像因为喜欢而情不自禁做出来的 在某次直播采访中 罗芸汐就被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接下来会不会与白露三打呢 这时有谁注意到他下意识的回答 也太真实了 罗芸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应该会吧 而网友们呼声最高的是 想让两位合作一部民国剧 到时肯定会很精彩 小编只能说 罗芸汐你别太爱了 请注意一下你看白露的眼神 简直都要拉丝了 而且在被问到剧中最喜欢哪个角色时 罗芸汐甚至脱口而出 罗芸汐啊 你俩直接在一起吧 不用管我的死活 白露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女生 采访上她直接 每一场戏都对罗老师动心 同时白露又克制了自己的爱意 他认为在一段爱情中 男生应该主动 白露公开了择偶标准 喜欢成熟稳重 能够共同进步的另一半 这个说的不就是罗芸汐吗 两年后 他们再度二达 在一起拍摄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 他们之间的花火可是电光火石一般 彼时的他称呼他为妖媚儿 他用流利的四川话称呼他为罗芸汐 一个江苏常州人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白露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呢 他们不再是客套的罗老师和白老师了 我所有的偏爱只给你 在2022年4月拍完戏后 罗芸汐在7月份就突然戴上了L的项链 当时被问这个字母项链的含义 罗芸汐当下的表情很耐人寻味 明显有一点心慌了 很快 他就反映过来 自己的名字也带有L 我的姓是你的名字 这不就是最好的施爱的方式了吗 白露曾经说过想休息 希望能够去一趟大理 过后 罗芸汐就晒出了去大理旅游的照片 这个真的只是巧合吗 罗芸汐最新晒出的一日三餐中 信息量也非常大 作为一个吃辣达人 罗芸汐自爆一辈子都不会借辣 除非有共同生活的目标 罗芸汐晒出的午餐中 清一色都是清淡饮食 没有一丁点的辣椒 最关键的还有香菇炒青菜 作为成都人 应该不会大吃这样的菜式 这个菜式在江苏倒是常见 所以 罗芸汐极有可能是为了白露 在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 在最新的发布会和访谈中 罗芸汐和白露的距离越来越近 左手拇指在白露的手上一直磨蹭 一点都不像是那个身世有分寸感的男人 她的身体总是不自觉地靠近白露 在访谈中罗芸汐一时嘴快说了我们回 话音刚落她自觉说漏嘴 立马改口 脸上都有一点红了 闪过一秒的慌张 在戏里的花絮中 罗芸汐对白露百般照顾 连是戏中的吻戏 两个人都亲自上演了 导演可没规定是戏一定要真亲呀 看来 两个人事情难自尽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在最新的访谈中 罗芸汐和白露凑得非常近 还用手拇指摩擦着白露的肩膀 手臂贴着白露的胸 这不就是真正的情侣才有的模样吗 罗芸汐对另一半的择偶标准公开了 首先是外貌上是要长发 比自己年龄小 其次投缘 两个人要有说不完的话 再次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因为罗芸汐曾经因为沉迷游戏 和前任女友分手 所以她想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而白露刚好也会玩游戏 说到这里就很有意思 白露曾经是不喜欢网游的人 后来也是和罗芸汐合作后 才开始玩游戏的 罗芸汐的原生家庭非常幸福 父亲是舞蹈老师 所以一直都是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 罗芸汐也获得了最高荣誉和花奖 这一切和爸爸有分不开的关系 父母也非常开明 对儿子满满的爱和包容 从来不给儿子任何的压力 同样 白露的原生家庭也非常幸福 白露在公开场合说过 自己的父亲是高铁工人 从来都敢正视自己的家庭 丝毫不担心被看不起 当时白露在高铁上 说自己的父亲的职业时候 杨颖 乔欣和张彬彬等人一脸的不屑 如今看来白露的人品 真的优于他们太多了 白露和罗芸汐的原生家庭 都非常的幸福 而且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想象到 白露如果嫁给罗芸汐 她会有多么受宠 罗芸汐公开希望50岁的时候就退休 回到成都生活 她最羡慕的就是父母目前的生活 没事旅旅游 过安逸的生活 罗芸汐是一个懂得规划的男人 如今她并没有因为大红大子而摆架子 反而在剧组专心拍戏 白露也非常努力地打拼自己的事业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她可以选择休息 却不用把大好的时间拿去休息 她想多拍几部好的作品 白露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希望靠男人 希望自己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匹配得上罗芸汐 我如果爱你 绝不当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而是你近旁的一颗木棉 跟紧握在地下 夜象处在云里 这才是最健康的爱情 罗芸汐曾说过 其实很难能够遇到一个 自己又喜欢又能契合的人 如今遇到了 罗芸汐你要抓紧了 再见 感谢观看